郭文貴, 鄭公民的今天的認識 第一次出席香港的論章基本措施 歸採第二輪措施 現在是預選案不堅作入派遣措施 對外雙方為正方不知中國 反方,男前,正方的同學 現在來介紹雙方邊緣 首先是正方主辯,劉成 一副变 叶维俊同学 一副变 叶维俊同学 一副变 陈萧云同学 接着 反方主席 谢友生同学 反方一副 黎雅文同学 反方二副 李文宏同学 勤勉 蔬芬雯K 同學 我們很恭喜請到三位平同學跟長賽事 見到他們的表演 他們的分別是 金花輪獎勞會要的中華中文變兩隊教練 郭芙怡先生 金花輪獎勞會要的中華中文變兩隊教練 金花輪獎勞會要的中華中文變兩隊教練 這場比賽芬主辯公辯一副二副 自由辯論和結辯的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辯周圍回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周圍回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 三十秒有一叮響的提示 每個小時則有兩叮的提示 有十五秒回通時間 超似十五秒周圍聯盟 就開始扣分 扣分制度以下 分足五秒 發言時間 緩衝時間十五秒後 五秒後五分 分足五秒後五分 分足五秒後五秒計算 詳細賽分之前 兼合好於三個合法 正是相當於對賽局的合法 我們現在開始比賽 首先有請政府主見發言 給我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好 正是誰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變態是 預算案不應再有派錢措施 日前最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發表了 這個財政年度 預算政府的收入 將會是六千二百六十一億元 而開支方面是六千零七十八億 即是說盈餘只是一百八十三億 而且之所以有盈餘 只不過是因為由今年的年度 在房屋儲備金那邊 緩潑了二百零六億 拿去庫貨 否則今年的 根本就是赤字預算 過去香港曾經兩度派錢 每次都要動用數百億的公託 所以從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去看 政府根本就再用多少空間 來要派錢 在這裏 各位必須留意的是 我方知道現在政府 是有超過一萬億的財政應餘 但今年討論的焦點 是在於預算案 而基本法的預算案 是有一個原則上的規限 基本法第107條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預算 要力求收支平衡 避免請支 所以無論庫房有多少錢 預算案都不可以就敢 起庫房入面拿錢出來派 而只能夠派當年預算案的盈餘 我方認為今年 以至未來的財政預算案 派錢都並非良差 我方便之前議題是基於二下兩點 第一 派錢本身就不是良好的公共理財方式 香港政府過往都曾經派過錢 2011年曾經說已經派過 他連陳樂波也都宣佈派錢 兩次的派錢還要補了五百億 但民生並沒有因為這樣 而得到多少的改善 更重要的是為了這些 對改善民生效益成疑的措施 政府用了大力的公討 長指下去 都派錢成為一種煞卦 亦都只會令政府財政上 若經常派錢 否則亦會受到責任 依據政策研究組織 新力量網絡共事 唐偉納指出 香港已經呈現了每年都要用大量預算 去短期輸勤措施 俗稱派黨的政策上面 而且現在香港已經疫情了一種派黨民宅 政府不派黨甚至太少些 都會受到市民和政黨的責任 這種情況綁著公共財政的擔心 如果我們以後再繼續派錢 只會是泰港文化上的重度覆拆 再加多樣派錢文化 令原本是非經常開支的 變成經常開支 影響了政府公共財政的活用 我看第二個支持面提的理由 在香港面對的環境和狀態 其實預算的我們不適言派錢 表面上香港的收入好像很多 但其實他們長期依賴三重收入 就是地價、印花稅和排期收入 在今年的預算案裏面 這三重收入加上超過2600億 占了政府總收入的四成二 但大家都知道 以上三重收入都是依靠地產和金融 收入的波幅是可以很大的 即是說香港公共財政的問題 在於收入可以很不穩定 但公共開支就是加上很難搞 所以現實的公共開支 就必須小心選擇投放的對象 而且未來由於高貨房輕建數量 長期落後於需求 因此未來政府應該要將更多的討論 互助輕建房屋 而不是拿來賣的擁抱 到時佔了接近香港收入 四分一的賣地收入 只要大幅減少 總而言之 而方則知道 政府是有很大量的財政儲備 但從本年的預算 從香港公共去看 香港政府的財政根本不可以繼續很穩定 即間大幅的財政應餘 所以有很大的預力可以派遣 但而當政府有應餘的時候 應該做的事是針對政府有需要的地方 則一經常正開支 例如股條、教育等等 因此綜合以上兩點 派遣都不是一個好選擇 便提未答應了 多謝 謝謝 靜光主任 Potion 明晚剛才準備好 那有一件好事 跟着有請本方主任 有請客方主任 還有4分鐘的發言 請給我指敬是 理常駕駛議員 主席、評判 正常各位 大家好 有個同學要討論見台 就先由零二開始 經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他表示,派錢即是非限述的現金項目 在政府因應該廠正中 廠貨而被特定組群的一次性支援 並不是友方和我所說的傳統派發 例子友方減身訪需猜響及貨幣現金融座 因此友方和我要政策變態 就必須單靠著其政策 可以針對各個集成的需要 靈媒感妥善分配公共資源 何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華富於民 政府有責任針對各家層市民的需要 改善生活質素 但有見於《基本法》的第107條的審訊理財 亦有違族的原則 勞工特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說 恆常性福利政策只可以針對最有需要的一群 因為要以防開支太高,市場波動 而導致圓圓未能負擔 因此面對樓價物價高期 已連續屋開支大 但日功源源落後的困境 例如中產收容不高 但沒有輔助的各身階層 未夠65歲獲長身中的長者等 只可以無奈感受 因此港大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周永生都認同 針對各階層需要派遣 例如退市統稅、公內基金的二千元 和學生津貼 和四千元的關內同行津貼 有效地舒服生活壓力 正如今年佳工代表要查同市 七成市民贈成派遣、還付於民 包括年費補貼、公屋免租 和一次性的津貼等 當政府亦不足時 可以兼顧長期福利政策 派錢去分享經濟成果 令大眾得益近平和資源分佈的原則 難道有方覺得有的市民 誰受訪應就等於對他們好 第二、長短期政策 如何不足、缺一不可 長短期福利政策一直雙負雙成 各有所用 長期政策分為服務性和達成現金政策 服務性針對房屋、醫療、教育等的 服務作出改善 例如增加工屋、增加醫護人手段 但就未在需市場 當時境內市民依然陷於水深火熱當中 依然現金政策受審訊理財源則所下 未能提供應應市民需要 而增加開支 市民只可受惡於絕低限度的輪助 面對著長期政策的限制多多 中大經濟學系教授莊太良都說 長短期措施雙本層下 才可以解決問題根源 同時立即幫助生活結局的市民 一解而離資金 在短期內 為何成效不給單單長期的政策好呢 我方都知道理財是重要性 但派此招在營業充足 經過政府平衡學惡需要派 最後想問一般有個同學 面對ARO人士等有需要 但不受保障的社團 為何政府有能力 都要拿眼睹觀呢 感謝大家 邏輪高中議員在市場第3分的29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在公別環節 公別一方可以自由挑選 對方一位面員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罰問 亦可打斷公別一方法言 如有違規 公別一方可即時提出 平衡應同一可直接扣分 每次為一分 如果公別一方遇上發言 平衡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 只要相關人沒有問題 好,二位請正方自由派位便完成公佈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位便完成公佈 好,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位便完成公佈 好,請你再次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請問我幫同學公底差強津貼和電費津貼 是否一個派錢行動 是 原來同學今天連派行和派錢都分不清楚 原來派錢是直接有錢經理手 但派方是甚麼?限定你要在哪裏 或者甚至不會有錢經理手 有可能連派方和派錢都分不清楚 如何反對和推翻面題 再向有方同學 有可能你覺得政府應不應該去推行 活到土地去興建公共房屋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的定義很清楚 但根據剛才我方準備已經講到 根據香港社會 有可能政變回答有個問題 剛才我剛剛也聽到 我方第二點是 長遠區分散可以一起做 就是可以一起做相互相成 但不過 有方同學是否承認政府會 要多些土地去興建公共房屋 對 對 預期賣地收入便會少了 因為土地的儲備只有這麼多 我方是因為財政狀況 才去派錢而為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如果沒有這些土地儲備 在興建公共房屋之後 我們拿出去賣的時候 政府哪裏還有這麼多錢呢 有方同學是否對政府很無信任 政府 不是沒有信任 有方同學今天是事實跟我們說 如果是興建公共房屋之後 政府沒有地買出去的時候 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的時候 自然不會有現在這麼多的盈餘 政府每年來財政儂雪愛 預期的盈餘都亏往多 美國會行人 無力耐根要上去做呢? 有幫同學有說到每月的營業是高於預計的 我們就想解釋一下 其實那些年份的政府營業高營業 有幫同學今天我方問的是 你說大地收入一定越少 是否政府不會做其他的規劃去增加他的收入 然後再加一些公益的開支去 那些政策是需要時間的 有幫同學我們現在需要的 所以政府也認同了 其實未來政府的賣地收入 雖然不會用那些去做公益 但是收入不會不停減少 原來收入不會不停減少的時候 是否就是說我們按照市民的需要 是應該依應需要財政進化 然後去派遣呢? 但是現在政府最主要堅靠的是賣地收入 用花水和投資 剛才你也說了 後來有其他的規劃去增加收入金法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政府的收入越少 那是否連長期的規劃都不用做 但是這三個收入已經接近大多數的規劃 當我們賣地收入沒有了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這樣的方法 可以迅速的規劃 也要很決定的方法 先試一下 幫同學今天呢 政府是會做開發 雖然說雖然有公式了 所以我方問你了 如果你覺得長期的開發 是可以做那種長期的規劃都可以做到的話 那是每一按照的營運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做完期的電牌才能做出資呢? 那我方再問你了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呢? 今天看到甲心階層和Amo同時 很有需要 但很有壓力 但是沒有規劃幫他們的時候 現在是有一個問題 是否會想要去操作 其實的確是有需要 只會是耐心無事呢? 法官工業時間結束 工業環節結束 工業環節結束 現在來到正方第一間間結束 正方第一間結束 還有三分鐘的飯堂時間 準備我請進入資料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日有方將派檔和派錢放為一撻 覺得只要政府給了優惠而當中有用錢 就等於派多錢 如果有方你們這樣都說得通 為何社會上還需要派檔和派錢這兩個訓練呢? 兩者其實有很大分別的 派檔通常限定你將錢用在哪裏 甚至不會有錢過你手 例如幫你加租、電費津貼等等 但是派錢是直接有現金給你 而且沒有任何使用的限制 如果有方這樣 有方是不是應該分開兩者 不要將兩者往為一談呢? 今日有方同學有幾件事根本不明白 第一,有方同學對預算案的性質和限制不明白 預算案是一個年度的收支預測 而由於基本法第107條寫明 預算案是要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子 所以就算庫房裏面有很多錢 每年有多少營餘都好 下年度的預算案一樣要收支平衡 這就是基本法對預算案的限制 而在這個限制下 你能夠派的錢就是當年的營餘 而不是庫房裏面的錢 因此,有方你們要論正面題 就先要證明 當預算案有年餘的時候 派錢是比其他選項更好 不過有方根本提不到證明 派錢比其他選擇好的理居 有方第二個不明白 是不明白政治現實 如果習慣派錢 只會令政府每年都將 數以百億計月資金 提升措施 由2011年至2016年 每年平均派了360億 而且每年增加 到今年,就算已經被上年派少了 都派了428億了 其實這些錢真的可以用來增加經常性派錢 但是政治現實就是基於政黨和公眾壓力 政府變得不得不派 而自從2011年增進華派錢之後 民間也已經開支每年就派錢問題 更政府私下 如果預算案派錢的話 只會更加容易形成習慣 令政府的財政彈性 特別是用來增加經常性開支的空間減少 由方第三個不明白 是不明白政府財政的發展 根據立法會研究部2017報告 近20年,政府開支增加1.4倍 社會福利開支增加2.2倍 但是同期收入只是增加了99% 換言之長止下去,開支只會越來越接近收入 而且大家還要了解的是 近年政府仍然大幅增加的來源 並非來自經常性收入 而是賣地、印花稅等非經常收入 而近年政府已經開始出現了土地不足的問題 長遠國勞策略委員不會在去年12月才提出 因為土地供應不夠 公共落成量比原定少了67,000港 要追回落後的進度 政府必須減少賣地來增加土地供應給公共房屋 所以每年過千億的賣地收入可能會大幅減少 到時根本不會再有派遣的空間 凡此種種都是未來政府根本應該派 亦沒有空間派遣的理由 所以今天的面牌是你答應的,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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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先看看訂閱 這個方法 派遣值可以派現金 不便是派遣措施 而根據香港社會復活動會都說 派遣措施指的是什麼呢? 包括減失風水、減差向和光臨基金 這些一致性的進度力 所有的方法 為何要備言不談呢? 因為他們都知道 其實今天這些寬減的措施的確有需要 所以他們才不敢跟我們說 甚至他今天很麻煩 他跟我們說 政府沒有錢、沒有收入 但他一方面又說可以派黨 你這樣說的話 如果政府的錢都沒有 又很緊張的話 為何你暫時可以派黨又不可以派錢呢? 這個幫我們說冷靜 而最後說的是 今天他們說到 政府一些未來的空間都沒有 因為土地量的基礎比較少 但今天的問題是 政府在未來是否會有其他方法 去增加減育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政府連長期的風力政策 或者其他公共政策都做不到 但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公共同學今天我們都知道 政府未來會有其他方法 去增加減育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 究竟我們要如何才能做過 這個公共福利政策 然後達到市民的需要 幫到他們 我方呢 有方向一直都說 要收支平衡 我方是絕對應同的 但是 我們呢 所以我們都好像 我們只是 不會將 我們是將長期 和這些設成的 現金措施雙腐查 這樣做 是規劃完長期之後 又要叫我們盈餘 跟進了財政狀況 才再去派錢 去幫回一班 有需要福利網戶外的人 今天我方想問的是 原來我們見到很多 或是減育家層 原來他們有很多 生活壓力 醫食場 醫療方面的壓力 這些有方法 是否全部都不放呢? 我方想問的是 我們見到 街工的記者 七成的市民都說 希望派錢 甚至 港大的文化記者 去年的記者 都說 因為退稅不夠 很多市民都沒有受惠 所以 希望政府去派錢 生活壓力 生活壓力的時候 如果你有能力 是否應該要進入政府的責任 去幫他們 我們見到 例如舉個例子 我們當一些基層的租金 每個月都要吃萬多元 即是吃萬元 當它是廣房是12000元 如果你派幾千元的時候 已經是等於幫到它 這個月的部分租金的時候 原來這個前立法務議員 劉小黎都說 他真的有效可以減輕到 這些武學基層的租金 短期的生活壓力的時候 這些為什麼 不是正式的幫助呢? 因為長期的政策 我方應同願做 但由這個長期政策的弊病 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食效很猛 是需要時間的 如今說醫療方面 政府哪裏都有付錢的 都有去增加日子 或者會改善這些 床位迫達的問題 或者急症質迫達的問題 但同學 原來六合時間都是入場的 所以如果今天 政府可以有盈餘 然後就派一些一次性的措施 他就可以給一些有急次需要的事物 可能他可以選擇私家醫院 或者是他可以去看醫生 那為什麼這裏不正式有效 改善全體生活呢? 多謝各位 8分1.8分時間為3分0秒 沒計時 沒計時 沒求 沒超時 不算9分 接著有請正方第二分秒 最後3分鐘的閨日時間 再有請計數 就是平均上位置打好 有和我还没弄清派行派钱的概念 如果这两个是一个样的 为何社会还要有这两个概念呢 今天有和我不是不帮安排人士 而是派钱帮不了他们 你想想一下何必要成年的时候 如何解决他们的延危资急 而正正我方的方案就可以解决他们了 解决他们的延危资急 例如社會福利這些,正正可以幫助我們,長期都可以幫助他們 還有今天有本學跟我們說派錢還有很多問題,還有呢 今天派錢還有很多問題,都還需要由方一一解決的 例如香港就沒有大學長期及決策系,物稅長教授和時春 派錢是有家旗通証的風險,大家試想一下 當很多人到錢用的時候,購買力會提高 而商人亦可以趁這個機會加價,當然不是所有東西都加價 例如車廠物不會加價,但是必需品,例如食物,這些會不會受影響呢 反正有方解釋,其實比於派錢,我們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政府多加投放 好像有方剛才所說的醫療方面,但這些就正正證明了 政府做得不夠,所以我們要多加投放 好像我們近年只關於後面的高薪科技發展 我們一直的投放根本就不夠,當深圳連用一百百億去做高薪科技的研究和發展 我們預算案即是撥了二十億給科技院,同向大學研究基金注資二百億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會長陳敵就批評,撥款根本不算多 如果香港政府真的打算發展高薪科技,無論人才配分 研發資金都需要更大的投放 每年的預算案在收支平衡的前提之下,有沒有憑什麼 派錢是更優先的選項呢?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教育方面,根據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顯示 由於投放公共價格資源不足,香港在投資與發展人才的排名 要達到下一點,反映了教育方面需要大人投放大量資源 根據教育的數字,歐美法特國家的公共價格科技 是佔貨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五 如果香港要追上這個投放的幅度,已經要再增加每年四百億的經常性科技 有方不要忘記,足夠的教育科技,可以改善香港整體的日見爭力 甚至長遠有助改善框台人和問題 就算政府有餘來增加科技,為何有選項是派錢而不是增加科技呢? 其他例如社會福利和醫療情況都是差不多 例如安老院社,或是投放資源來貧能崩潰的功能醫療 將有效大昂貴的藥物加入藥物評測入面 另外想從病而有貧窮的市民得到質素最好的資料 以上這些都是作為政府處理公共財政的時候 應該將它們放在首位 其他例子,我方不想再提太多 但以上這些開支,全部都比派錢更有急適性、有效性、針對性 若有方不能夠和我們更加一本數 直出增加以上開支之後,仍然有限錢可以派錢 這樣說服大家派錢,接受派錢這個措施呢? 多謝各位 各位大家好,不如幫床來說 派錢只可以派現金 6000-4000元 首先,財政司司長昨天跟我們說 派錢措施是可以有針對性的援助措施 他自己也說,張貼和其他減稅 通常都可以計算 反而,今天有方同來都跟我們 只是敢論證到短期研究措施 只能舒緩市民的壓力 是否有方同來只敢論證其中的一個傳聞派錢方案呢? 有方同來問派錢和派錢有甚麼分別? 有方見到建議就是現在正正有很多免費的服務福利的時候 有方同來的派錢措施呢? 有方同來問,如果要達到收支平民 政府真的敢缺錢? 為何其他長期福利呢? 都不應該做 醫療的救福利都不應該做 因為現在政府沒有錢,要有收支的時候 有方同來問,你甚麼都不做就可以增加到收益呢? 如果沒有出短期福利的時候 無人事,革心家庭康主便問了很多次 到底應該要去哪兩方呢? 雖然我剛才說,仍然擺放一些醫療和教育福利 但我方從來不明白的是有改 我方說了很多次,為何不可以一起做呢? 施政報告其實同樣一直都在改善醫療和教育措施 以及派錢福利都有在做的 所以今年我們看到有醫療開支 有806億元,現在增加了一成 我撥多了7千億的經常資助給這班人 反而我們看到的就是一應花收入減少 我們總共減少了這個收入稅額的時候 我們看到就是原來 連鎮本大學的全力學院加上曾經長老頭來講 政府是一直會計劃到長期資金分配 再去計劃短期,即是會做出提供的時候 從而不會因為短期花了錢 長期就不夠錢的時候 那副同學的擔心又是怎樣來的呢? 雖然有方同學說不去 那方同學說會有通帳問題 原來經濟學家軍場戰跟我們說 那副提出派錢方法是對香港的通帳影響極輕微 原來因為原來在香港通帳的兩大一數 例如食品價格有方同學說 私留租金,原來怎樣派多少錢也好 派幾千元也好 原來都不是大作目 是不足以刺激到業主 將房租上條也不能夠影響食品價格的時候 有方同學的擔心已經不存在 所以有方同學不停跟我們說 有土地供應的問題 但我們看到現在政府正定增加一些土地供應 而且有方同學從來都論證不到的 但為何政府不會好好去分配賣地和一些高屋地 有方同學也都論證不到 究竟現在他們佔了多少成收入 少了多少成收入的時候 有方同學又如何論證了變態呢 所以有方同學再跟我們說 有派妥的問題 但我方一副主便說了很多次 其實政府是覺得有需要消費派 他自己會分配 從來都不是因為市民的壓力 而去派錢的時候 有方同學不會再問大使聽 最後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現在政府收入很不穩定 但我方一副問了很多次 就是如果取消了派妥措施 原來很多人是要反應 立體方的長期福利 而不能夠帶勝出 有方同學要怎樣帶 他們都沒有領先過 所以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現在其實會很浪費時間 做這個長期福利的時候 原來我們看到預算過 正正下年度才實行的時候 有方同學的浪費時間 是誰來的呢 多次各位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的時間 有三方同學 超前無所作分 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 雙方各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當某一方發言時間重盡的時候 令人將會宣佈另一方的正如時間 各方案件自由派出 一位或者多位轉型發言 而每位便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如果本環節結束時 再長任何人事發言 有便員從來都沒有發言時 那個便員所屬於當中 被每位均勤求取共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補充自由派出 如果沒有補充自由派出 現在開始清正方派出外面 首先發言 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可以改善自民分補 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為何會改善自民分補 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為何會改善自民分補 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不如有方同學政府派出 和這些家民進行動補 那我想問你 是否覺得派出 可以迅速解決到現在的 人事的問題 不是 我們已經提到 長短期他們 長期是因為為了市場 但短期是可以即時 解決市民的原因之間 為何不可以有成果幫到他們 有方同學 如果資格生產要經過多久 有方同學 現在當然是預算案應該派出 不過我們店舖就是 預算案排在下年度的財政措施 那方同學你會說 預算案應不應該再安排 不應該安排 有方同學為何解釋 因為我方問你 如果甲心家庭 在Amazon市究竟怎樣幫 有方同學有方同學會來解釋 今天有方同學說 派出可以迅速解決他們的問題 但是2021年全民派出 我方同學說 有方同學會釋對成果的 幫MO人士 那有方同學有方同學 要相關財政措施 昨天方說派出 但到下一份財政措施 他們還未收到錢 那是如何迅速幫MO人士 有方同學 為何會見到派出這個措施 尤其是不是完全的方法 而是輸入他們的 本身的生活壓力 脹身的壓力 成不成為了 這個舉例的時候 可以雙股商 一起做到這麼多的效益 那我和我方同學 舒緩得多多呢 那有方同學 如果你是做的 你不可以叫他幫他們呢 我方同學說了 一個社會福利的幫他們 我方同學說了 你怎麼用社會福利的幫助他們 方同學 方同學現在要政府 做一些政策出來 用一些社會福利的幫助他們 而不只是派出單單短期舒緩就算了 對方同學很簡單 今天你說要改善醫療服務 那我想問你 純粹改善醫療服務 為什麼要把MO人士 在一些日用品的額外上 改善下去呢 就是呢 你也要做一個派出的 例如在其他地方 都會加深這些錢下去 其實不是說派出派出 你還未分得清楚這件事 有方同學方應該 好像今天陳柏哥跟你說 有方同學所謂的派出 其實就是派出的 有方同學 今天誰跟我們說派出和派錢 是完全分開的呢 有方同學 我想問 為什麼會有派出和派錢 這兩個概念出來 如果不然 為什麼不直接叫派出和派錢呢 我根本沒有很多錢 福利性福利等等等 全部都是派出的福利 不如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你可先長到樓 不是啊 我方同學其實說的 起樓和一些短片屋 都要一起做的時候 可能有方同學 今天就算放了428日去起樓的時候 他們現在有多深刻壓力 有方同學會怎樣做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派錢會不會影響到政府出現財赤 有方同學的經驗財赤狀況 有影響有影響 那就去做吧 有方同學 盈餘多的時候 到底是那三種收入多 地價、投資、印花稅 這三種多 這三種多就是去到人有影響 還是其他收入有影響 哪都有影響呢 那方同學 是不是論證到 未來政府是不會進行回憶 增加資源呢 不是吧 增加不到 但現在大部分都是靠這三種收入 這三種收入正正就是不穩定 不穩定的時候 是怎樣幫助 怎樣令到政府財赤的時候 不是違反了基本法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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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政府不是沒有錢 而是基於正基本法的限制 預算是要量入為初 一年內的收入是絕對有限 那為什麼有方覺得 在有限之月下 我們不去改正俱正 執迫爆用能行 而要去派錢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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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可以做多些 一四四個 還有一些長期 那四個 那就是先針對長期 然後下個年度 看一看再做短期措施 或者每一年都先做多些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你覺得 今天土地三 三港收入到底穩不穩定 不穩定 所以就是之前可能 但去年就有千多億的營餘 然後又不太多 但未來也有波動的時候 可以隨著波動 然後前置 排行錯 但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深層次的內部 其實是社會問題 那方想問 那對於短時間 他馬上見識的生活壓力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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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 為何派錢可以短時間 改造生活壓力 難道等了一年才收到錢 那就短時間改造了生活壓力 那一年有一次 他當作的生活壓力 今天是方同學 來講醫院開支 那可能用到好年之後 他才會覺得 他現在就不用等了嗎 那不是4000元 就可以代表 你不用去買金正室 不過同學 突然知道文件 政府不要緊 但今天有很多文件 都不要緊 即是在廣大時光台 4000元以來講 很緊要 那為何是不應該幫他們 4000元 他來講究竟有多少 他們是否拿著4000元 就可以上車 那今天4000元 已經是3元的租金 今天的基層 這麼有熱 今天你家屬的家層 這麼大生活壓力 你幾千元 他已經可以 那與其政府等 那與其市民等 那與其市民等 再一年等政府 給那4000元 那為甚麼 給那4000元 去交三平一租金 那為甚麼政府 不給那些高屋 給他上車 給他住 這次有方同學 首先看一看 今天是講的如說我 即是講的是未來 這個時候 反方是用全世界發言的時間 正方現在上月12秒 是22秒 可以事由快車裡面 再看一看 這真是平衡的 其實外國在打好 其實今天我方同學說 沒有討論 未來一份預算 總之要我方證明 每一份預算案 都不能再派 首先有方同學 是不是已經承認了 今年這一類大致平衡的預算 已經沒有前夜派錢的空間 何方我方已經說明了 為甚麼之後 每一份預算案 都不應該再派錢 所以各位有方同學 留意我方說的事 請問各位 正方的訓練時間 都不準 之後或之後 哪段環節結束 現在是 總結院環節 相當見面 有空中的時間準備 OK 太陽 平均 搞 岩 得 公司 公司 槍 並且 準備時間以速箭子 首先有請反方箭免費 最後4分鐘的快速時間 準備好程序計時和善意 基層示範 同時 拍子速時及同時 在一個入基層新鮮力氣喊出口號 在背後還有一個體驗的手術 各位 大家好 就在大家眼中 香港 香港正在高市 現在是全球最富裕富豐盛的地區之一 現在是共產大共產生 原來我們今天先走到松水中華街 先說多謝松爲居民 問一下他們去香港是什麼樣子 他們不是代理說 香港是有東方之主的口號 他們先不跟你說 香港是富豐盛的天堂 有多負荷市場 有錢的地方 但在我觀察看 立正是居住在松水中的城市 在美國年齡的申請上帖 全家大大小小 七千多元的租金 醫療費等的生活費 又是剛剛大學的女兒 生下的馬鈴薯 心形成交沙 對他們一家人來說 就是差好一點的反應 就像平常人家那樣的 有差好多負荷市場 其實這個就是 今天有幫忙的公眾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原來自己的生活 那麼多 都是為了生存的生活 因為他們就是不見到 走出食物後 他們是有壓力 他們是有這個公眾的需求 是因為我都知道 他們的生活很慘 第一句話 原來寫福福利後 你會搞定的 之後整排的快 又要很多時間 又要很快 又要很快 他選擇鄉手很餓 很慘地跟他們說 政府以後永遠都不會再派任何的錢 給你們 支援你的生活 所以我幫你 假設很清楚 原來 這個行政法 在一個不同生活 現在嗯 在一個國派的報復 現在就說 為什麼這些人覺得 行政法一定是很高的 這個行政法一定是長的 因為它有需要的 原來看到駕駛家層每天生活這麼慘 但已經大派遣 對於駕駛家層來說 這一間由體而外似已經是不平衡 它的律師們可以等於是300個人參與 對於他們存在一大部分的角度 關於場員來說 所謂的所謂的就是 對於一些招呼保證的基層 已經可以保障到他們每天的三叉方法 為何會覺得他們即時幫助他們 這個政策不應該做存在呢 正如說 我在草莫之餘放在場市裏面 這樣才是幫助他們 所以我可以開始問 9年來的時候衝突 完全這樣回答 為何不可以相互相成呢 因為香港人說是買地 現在香港不是沒有錢在起地 而是根本沒有地去給它起 那是幫香港的好地方 是否真的可以選擇得到呢 所以我今天說 醫療和金城市 原來政府本身已經有費 或是有加錢進去的時候 已經有幫助他們 但在雙方是隨身管理的 那當然是所有低樽進回 全部都沒有光在他們的運氣之中 為何他們不敢覺得 他們不是才是政府最需要幫助的人呢 正所謂如水都不夠禁服 這個長期性差 講的是長期效益 但現在不是眼前 看到他們生活那麼差 你眼前問題也解決不了 有何必要跟他們說 未來一定做得好 未來可以搞定這些東西呢 再到國會 來到尾聲 不如我們放心一層 如果香港不是稱為K人社會 那革新階層 會不會預算我們一次來一次實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見到 政府年年都有這麼大的疑惑的時候 這些K層 你們的重置戰風就沒有了 而年年政府跟他們說 我們要為市民好 才是預算我跟他們說 我們要為市民生活 但整個話都說得好 語言永遠都代替不了行動 行動才是最重要的語言 現在看到一些基層 他們在香港有困難的時候 跟政府一起喊 生活無論幾間 他們都一直堅持著政府 有支援方他們 現在看到 政府年年都一共大不言語的時候 那有方覺得 政府做的不應該是 有困難他們 方向香港的經濟 才能讓香港做過 前世的效果 給他們一些溫暖 謝謝各位 有4秒 沒有過事 不需要透過 最後我們有請正方見面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一起介紹的事件 大家好 今天有方不斷強要雙管齊下 但正如我方的主編有所說到 非高屋的儲備又匯匯了206億 但根本就是一個自投資源箱 那麼有限的資源箱 那怎樣要雙管齊下 有方是從未回答到的 其實有方都清楚知道 其實政府這麼半成的收支 都是不穩定的 其實這些盈利 如果在一個不穩定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盈利根本就要考慮到 一些 譬如港幣會不會檢值 這些問題 其實盈利 是不是多了 就要代表著一定要派錢呢 其實這個道理 就證明一個人 雖然很幸運 因為在不穩定的時候入獄了 但他完全沒有預計 完全預期了 一定會中到這一刻前去派 雖然這一條的變題 在討論適逢財政預算案的發表 但相信變題上我們討論的 是不止在今年的預算案 英文都好像黃年那樣派錢 而是討論整個公共理財 用什麼策略 當中派錢用什麼適當的創施 在香港政府會大學社會工作 是趙偉新教授 原作出版的《正水深流》的書中 曾經對現時的香港政府 作出了以下的批評 香港社會客客的問題 輕逐能算 但執政者的放膽更令人難來 只有管治技術 無優子的埋弄 而沒有正水深流 穩打穩襲的執政 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 而沒有鞏固社會的政策 只有民意短線的判算 而沒有遠景的長程規劃 其實以上這幾句說話 已經正正反映了政府 尼臣時的整個問題 要經常性開支去改善教育 醫療、社會福利 不要啦 加創很難減的 交到民員費 那時候怎麼辦 派住行線 減少少稅 派海人工業免費費 幫我們給公開市費用 幫我們給一兩個月的公額租 所以說一下民員就算了 到後來派資不夠了 班政黨就說不如派錢 如果很難 如果不是很難投票支持通過預算案 那就派錢 然後每一年財政預算案 即將要發表的時候 預算有重劃 再來一次 但在這個重劃之外 需要投放資源的地方 依然是未放到的 公立醫院依舊要排行長路 小巴格合遙遙無期 掌聲直接被政府責怪 只有60歲 甚麼重劃呢 現在長者 只有120歲的你們 都只不過是中年 別說重劃都不給你申請 在以上的循環裡面 其實是沒有人得益的 市民面對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真正解決過 派堂對於提升民願的 作用越來越低 但又不可以不怕 好像重劃出傷 本來重複是一個社會的安全網 而不是一份工 那為甚麼要出商量呢 但現在離開已經是理所當然 不太有被人罵到狗血臨頭 至於政黨 由一個爭取良好社會財富再分配 你整個每一年都是爭取短期的紓困措施 無論你一看 都像是一種的放棄 放棄了原本應該爭取的社會政策 放棄了作為一個政黨 原本應該有的 為市民爭取改善生活的職責 但當然 大家只是求利用派錢去短期改善生活 就好像 掌握了癌症 但是 只是吃止痛藥這樣 是可以令到你過程之中 沒有那麼痛苦的 但是隨意而言 會令到你病情惡化 所以我們現在去做的 不再是要寄求派錢這副止痛藥 而在財政上真是用得其所 並且針對市民真正的需要 投放資料 因此便是你答應 多謝 謝謝 好 我們台下每方可以派一位 我們一起 check one 台下 我們帶上手機 我們讓你們立即拍攝 每個台上 我們會走 好 不好意思 台上的聽到評估的評估 就當你們放棄去 check one 你可以 再看一段時間 我們先帶給我們 台下的 check one 我們帶上手機 就可以拍攝 我們可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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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拍攝 你拍攝 可以拍攝 我們可以拍攝 可以計算 在偵探方面 四零二合上的一層四零二 entre臨 每條盐 可以拍攝 我們可以拍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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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賽會舉辦了一個比賽 我的平衡的知力是比較前的 希望大家看到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看到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我主要說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質詢上 首先我想和正方說一說 就是在質詢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看到兩邊 可能他們站在大家的標準和準則之下 有少許分別的話 會去想一下質詢的時候 怎樣可以告訴我們 這次我們在這條題目中 我們應該站在哪個準則之下討論 或者直接說 到底對方的論證責任應該是怎樣 如果這件事可以問得出少少的話 可能對於另一方來說 就不會那麼輕鬆 這件事我覺得反方比較重 但是答問題上 我覺得反方也有一個要求 就是可能人家問一些是非提醒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些問題去陷阱 可能會去想一下 會不會這麼容易用一個是或是否去答 但當然我覺得正方的學識 就是當人家答了這些是否的時候 你怎樣去幫他演繹 就是這件事在他們的立場 或者他這樣回答你 想到背後不想說這些 如果這件事你幫他推論 因為在質詢的環節裡面 質詢的一方 本身的工作就是可以 你幫人家演繹一些 或者幫人家推論一些 然後這樣便會幫到你在後場 或者在一場的時候 可能會出來的推論 可能會不會在那裡 第二件事 我覺得既然這個題目裡面 它沒有講一個特定的地方 當然兩邊集中了香港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都不妨可以用多一點外國的例子 看看外國做這件事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近一點 在澳門都在做這件事 我們未必要討論外國的情況 或者只是討論外國是否應該做牌子 不過我們可以用外國的角例去告訴他們 為何香港應該或者不應該 我覺得這樣便會好一點 第三件事 我覺得今天政法上說 是有少許可惜的地方 為什麼呢 我覺得你們都很想有一些位 可能是落到一個不敗的地方 但是又不去到那裡 可能有些位置慢了一點點回來 但是又沒有夠多說下去 那我先說一說反方 我覺得反方你們很想帶出的東西就是 既然題目是說北京再有 即是我們要討論的 但是未來那麼多年度 是否應該再有一次 甚至兩次、三次 很輕、很少數 但是它又會派錢的 從事是否應該出現 我覺得這些話其實可以直接一點去看 即是如果你們去問政方的話 可以直接一點就是用一些例如說 按這兩次派錢 到底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這兩次香港會派到 你跟他們說 就是如果某一年香港的情況 又好像一一年或者今年 那樣的時候 那我們還應不應該派錢 或者甚至乎情況是好過這兩次 可能是應援的 突然間不知為何是好事 如果好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否應該派錢 如果不應該說 為什麼一年會派 一年會派 為什麼今年就會派 如果是這樣 即是我覺得你們是 回答到這個位置 所以之後見的時候 都有說過 我們不是說不能連派 只不過情況去看 那為什麼是情況去看 例如參考一下這兩次 如果情況更好 那為什麼不派呢 所以檢查到這個位置 可以在一起 但是呢 反方 正方都一樣 我覺得既然你們 我覺得你們後場 不需要再 那麼著重在派堂和派錢內 因為你們本身的流程就是 其實我們分不分到這個概念 都無所謂 總之我們就不應該再派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可以再直接說的就是 我在說就算日後 香港的盈餘再大 或者再有能力去派錢也好 我們也不去派 因為我們不如把這些錢 放回到我們認為 適合的人 社會所謂的 即ός mise遇 公認的 71 這樣那些恢移 為何這群切派在這些地方比他們派遣更多 就算日後香港的盈餘比這兩次派遣更多的時候 我們都堅決不派遣 我們寧願切派在寫好書裡面 這樣對應會更加重臺 其他內容症的事情 可能其他評估會更加有興趣 多謝大家 我坐下這位置都說過很想說 首先很高興是第二次做決賽的觀眾 很多次要分享到比起以往的逆合比賽 因為我很好的嘗試給你們 說回這場比賽 首先第一項想說是 聽完兩邊主見之後 我曾經臨文章有一個很大的經驗 就是你們想說我的定義 一邊就只在歷史上寫過兩次 即是在香港說的 反方是覺得全部那些津貼等等 都叫做派遣 那我那次的理解是 就是你覺得他最有派 那他那一天是前面的 其實就是你津貼不先 你再去派遣 那我以為這部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才去到後場的時候 尤其在反方的影片就是 我會在想你而言 那些論點其實是 是否需要跟他做的 即是你其實說 你說到最後一種解決的 就是envolence 你現在說的envolence 就是以外的津貼做不到 就是我們投資一個派遣的 那真的實際是 那四千元的那個派遣 那你所解決的 就是真的 現在很慘 現在的爭議 已經沒有做到的任務 你是不是需要 就是改了一個派遣的 去論生這個派遣 那當然第一方面 正方面也是 在另一方面 可能你是沒有準備 一個派遣的 有一個派遣的 但是我聽到你們的 那個回應就是 純粹是說 如果是真的沒有分別的話 為什麼社會會有派遣 派遣的一個派遣 但是 黃河領沒有很詳細的補助 而反方也沒有很詳細 然後這個方案還沒有去做 那變得後長 其實我們覺得 正面的水果實在有分歧 但是也不是太大的一個戰場 或者是平坦的 那另外 銷政法想說 各自措施 首先正方就是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你覺得現況 現況現況下 你客戶遣外 無論是財政開支障 或是附近的措施上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那如果是不好的話 為什麼 你是覺得不好 但是派遣的措施 是以往就是超過兩次 那就是以往的 預算是沒有派遣的 即是只得兩次 其他的預算是沒有派遣的 那為什麼你又覺得不好呢 既然是沒有派遣的 因為 太好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 如果這個預算是否要過 你真是很深入性感 有關的一些更新體會 問題 其實我覺得 不是可以單單派遣 不算派遣 就是派遣 就是派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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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派遣的正直發展 對 你覺得其他人 現在的監察 那些 公共商量 那些都是 不應該採用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想 你面對著派遣的東西 就是派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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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 就是如果按照你的立法 其實你的立法 就是派遣的東西 就是派遣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想 那麼 你面對著派遣的東西 就是派遣的東西 就是派遣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派遣 我無論派遣 好幾個的東西 我就算派遣 我即使派遣 都不記住這個派遣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會覺得短期的措施是不好的 但短期的措施是平常的,是不是有一個重疊 這個是我想問的問題 當然,反昂有大氣派,有狼狼,會變得少許分 但他不是說得太多,為何他做成的影響太大 但是概念之外,疫苗一開始,疫苗一開始 例如,疫苗副作用的科技研究那些 那些是否只是在預算網頁的資訊上 因為你今天說的派遣,是說,預算網頁分別的派遣 派遣期應該只是那些影響,今年是百零億元 派遣只在那些百零億元那種資訊 但你會看到現在預算網頁,突然說,購買一些空置的訊息 可能寫到那裡已經二百零億元 那麽問題比你那些影響更多,即是代理於 那些很普遍,可以用的資訊分,但限於那些影響 那麽是這樣的話,他有那一筆錢,而不是只那一百零億元 那麽那個衝突就變成了 你今天說的是,百零億元就在了 你選了派遣,你就加不到,放在初期等 那麽那個現場,你今天可能覺得每年的收益 六千多億元的話,當初的衝突是否真的這麼大 那個信息是否真的用了派遣就不可以用派遣 因爲其實兩者是一個雙方的推幣 那這個我平常聽到一點,就是你那個農場也聽到一點 因爲新聞很多時候的感覺就是 純粹錢有那麼多,你放在短期的百零億元 但實際是不是真的這樣呢?實際那些錢有多少? 你是否真的用了派遣就鎖定派遣呢? 因爲很多時候聽到,例如有時候 很多時候聽到就是,同樣四千元 即是四、四、八億元,你拿來幾公好一點 因爲我覺得每人四千元都會派遣就好一點 但我會問一個問題就是,現在起不到工 是否真的用派遣? 因爲你能夠沒有派遣? 例如說小金,很久就知道 根本的問題是一樣,是否真的用派遣? 因爲其實是太多病人、醫院、床位置上的這些 很多疾病問題,不是用小貸遣的問題 不過我都是說他就是,昨晚方都有可能 這些問題是重度上的,所以就 我總之聽到有問題,但是 各分數上那個沙律的報告,拉遣太大了 在這個位置上就是 那這個情況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小貸遣 至於反方來說,就是剛剛又說到 但聽人說,總之就是你覺得派遣是 就是現在的派遣,派遣的派遣 就是我們一般地界的派遣,派遣的派遣 這個是來的,那 那,減稅的派遣,那 例如莊監,三國那些,他也是派遣的事業 那些是派遣的事業 那是派遣的事業 那是派遣的事業 那是派遣的事業,所以他就派遣了事業 那是派遣的事業 那又或者,例如說減稅 那是派遣的事業 那是派遣的事業 那是他受這些派遣的事業 那是派遣的事業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現在的派遣是很困難的 或現在,就是說 你是否聽到派遣的派遣是很困難的 還是做得到的還是很困難的 我們,例如他行政界很高 或者他審判很高 這些是一些執行長的派遣 但是他們派遣太多 即是你的派遣是很困難的 那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港元未來,你全都是派遣 那你想派遣的事業 那你想派遣的事業 港元的事業 他就是想討論多審議 即是可能現在那些服務網 覆蓋的事業 他還可以在這次 直接掃施那個審議 即是所有的項目 是 那麼清楚一點 因為 很困難 很困難 我會說他想派遣的派遣 所以他想派遣的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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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純粹是 我剛聽的時候 我會想你覺得派遣的派遣 就是派遣的派遣 就是派遣的派遣 但是你又說到派遣的派遣 好像派遣的派遣 沒有派遣的派遣 就是派遣的派遣 還有另外一個派遣 就是我 根據你的定義 我曾經派遣的派遣 派遣的派遣 都算是派遣 就是我沒有這個派遣 我沒有這個派遣 我沒有這個派遣 但是聽起來就有派遣 所以我就會一方面想 你覺得派遣的派遣 但是另一方面 你不斷看派遣的派遣 當中整個派遣 就好像是派遣 這個可能是 你往後再去 就是如果你叫做派遣 就是你往後再去比賽的時候 可能是派遣上面 或者可能你看看派遣 覺得派遣是派遣的問題 或者你裁判才出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 剛剛有說 你今天採取了這個 這個標準 這個定義的派遣 但是你其實 你往後那些論點 其實沒有需要 採取一個這樣的定義 例如說 你說到最尾 你覺得派遣是好的 那些減稅 差異等等 你覺得是好的 也就是說 你覺得未來的月傳案 他還有派遣 你最主要針對的 是說Ambuds 那Ambuds 那Ambuds 就是現在 即是正方的理解 所謂派遣 派遣的派遣 那些派遣 那些派遣 就是你最想處理 那一個問題 但是你現在派遣 覆蓋不到 我只需要派遣 其他的政策 那在這裏 去處理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是 你直接 跟他講 直接派遣金 四千塊錢 要是你會不會有 其他的一些措施 是直接派遣金 得來 又會說 你那個定義 是所謂的進典 那可以怎樣去背景 如果你可以講得詳細一點 這些問題 在理想 你覺得更加好的處理 環境的一個問題 你給了整個畫面 的話 可能分數上 就會再補正 最後就是 反方 因為 少少場上問題 由人的後面 比較多 就是這個 兩人的前場 就是很厲害 例如在自由變身上 當時你解釋了很多東西 但很多時候 那些政方都主要 就是政方可以 和你講 公屋 那就是公屋 那就是公屋 那個政方跟你講 你可能不再講 另一件事 例如說公共理創 那你又再公共理創 那這個 那這個自由變得再變 尤其 一個方式 只從我們以往 那些方式不同 現在是內容 是五成四 那它查入了三反應 成一 那就是 那變得你長途 那些內容 就不會讓你說得更多 但是可能因為 的策略上面 有些什麼策略 可能不知道是否更多 可能分數上面 計算到上來 九個範圈 再加一個 那你覺得可以 在往後其他聯賽 或者比賽的時候 可以再去 一個進步更加 那大家可以 那個老師 那我都在這裏說 他說 下一場的中 應該差不多開始 所以我快點說 聯賽是一個 有超戰性 有技術性的比賽 所以我評語 都會比較 從事物理論的角度 去講多一點 那剛才我 剛才已經在 就能量上 作出了 不少的評論 那我比較 從我相信 從技術上 我今天想到 感覺到的地方 去評論 首先 我會覺得 整個畫面 又是 這樣 整個畫面 就是怎樣 剛才評判最後 第二 評判最後一點 就是反方跳到正方的自圖架 反方跳到正方的自圖架 反方跳到正方的自圖架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反方的定義 正方的定義 一開始出現了分析 而反方沒有嘗試好好的處理 或者想一下 怎樣利用這個定義的分析 去擴大你兩個論點的攻擊 所以變成那兩個論點 聽起來是軟弱無力的 到你一二副題 不太聽得出 為什麼你要說 即使那些兩個論點 即使我幫你兩個論點做推論 似乎對正方來說 不是一個怎樣去攻擊的範圍 因為正方自己覺得派遣和派遣是兩回事 所以 好像針對這個位置 很多技術上可以提出 首先在定義上 大家的處理方法 我覺得雙方都未必處理得非常好 或者應該是這樣講 別題的先天狗派 令到雙方處理派遣的字眼都很硬 但是我覺得在講法上 正方是比較常挑戰反方的 例如如果派遣和派遣是同一概念 為什麼會有無量中概念呢 而正方是比較能解釋得到派遣 在他眼中的功能定位 似乎是一些一次性 和他不是直接比較少於你的手動 例如派遣字面上 如果你問我或是問我一個人 我相信 申逢稅寬減 為什麼叫派遣呢 絕對你是給少了錢 即是他字眼上都是不合理 普通的字眼理解 所以正方是比較能提出一些理由 解釋給我聽 到底他理解派遣的功能和派遣的分別 相反來說在這個戰場上採取的策略 有兩個講法 第一就是你引用一段不知什麼會的說法 或者短期的說法 你解釋給別人聽 為何派遣和派遣有分別 你都會用同一個語例再說一次 那是沒有解釋過的 而我又去到義父的時候 出了一個新的說法 陳口波 其實因為我對我看這段影片 我挺懷疑的情況 他真的有這麼說過的事情 但是 Strape Check的解釋 他真的有這麼說過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資料 為什麼不再前場一點 再說出來 讓大家聽到兩者有分別呢 而為什麼這個分別這麼重要呢 我覺得 剛才第二個評論 對正方來說 我覺得是有了簡訊 因為正方覺得派遣和派遣有分別的時候 但是你自己的項目是騙派遣 所以我很明白 你想分了兩件事之後 你不斷攻擊派遣 所以對於派遣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對於新諷水的寬免 對於一些水電門的寬免 對於今年的立場 是覺得很多人不好的呢 其實是沒有這個立場出來的 我就是聽到 你在一副主一的時候 拿了心力量的那本書 不斷畫 你看一零二十一六年 派遣和派遣 繼續派遣 在你的立場上 那些寬免 那幾百億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可能不知道 聽起來似乎是不好的 給我這樣說 那如果是不好的時候 為何你不把派遣一起攻擊 所以這個是 例如一般都覺得是奇怪的地方 而反方 就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覺得 你就是錯失了這個能力 即是你今天所說的那些 康文和康文 主要是講一些 中文津貼 Emo津貼 OK 在正方眼中 是派遣 所以正方不太願意跟你討論 甚至他覺得 其實這些都不是電提討論 所以要聽到 你的論點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可以從哪個位置 去把你的論點擴大 就是正方這個很奇怪的位置 如果你覺得派遣和派遣 的量才是這麼大 為什麼你康文在那些派遣 你應該要觸近這些位置 才有方法 令你的論點的力度 更大 要不然 做時候的感覺就是 反方說的 證明和派遣遣又分不清 不清的第二下 正方的論述在我的角度 就說得清楚一點 到底反方那兩個論點 為什麼可以不相支持 這個是我前場的一個疑問 去到後面 由於變成這樣之後 反方便會殺人 好像冒了一個蠟燭 所以你就可以傾斷 要跳到正方那些人馬 但是正方有幾個痕跡 都沒有反方 有一件事 正方是相當充明 在主線設計上 就是一個增著儒船案 尤其是基本法 授互儒船案的 財政運動的原則 這個位置開出來 很明顯是想想 反方說一件事 你的說法就是 他在那一年 收支平衡的前提下 去運輸他的財政 所以你不能夠說 你付房一萬億 當然我覺得反方也聰明 沒有主動提到一萬億出來 如果今天反方主動說 派遲不夠派 拿財政儲備那些來派 那他真是做財政 他真是死到犯不夠派 但他沒有這樣說 我是聰明的 所以中方在這樣的戰場看下 其實是相當地 運用了一個位置 就是每一年財政預算案的盈餘 已經不是很多了 還要財政儲計 是不討論的 一萬億 例如放在外國基金的錢 是不討論的 所以所有擁有的盈餘 已經很有限 然後你再提出其他論證 例如為何未來政府的賣地收入會下降 或者你主要是賣地收入會下降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反方是完全跳樓去跟政府打 正方就是嘗試證明給你聽 其實收入 未來政府 在預算案的盈餘 是越來越少 雖然沒有派遲 但反方 我聽到一數的時候 你有點誤會了對面說的意思 你一數的時候 以為他在說 譬如收入 或者是地的其他問題 但人家在問你 在這部分的收入 未來 會否可以擴大 剛才擴大 難道你有什麼賣錢 他深刻有很多顏色 所以反方 終於有些說法 是透過列婦走出來 政府會判斷 因為有此問題 你深刻開始有這種說法 你看看你這部片 你會知道 但我是否有質疑這種說法 或者你有另一種說法 政府不是笨 他有理財角色 難道不懂得理財嗎 但這部說法 是甚麼 這部說法 他凡全都適合你 政府理財角色 沒有人會管錢 但我不明白 為甚麼 為甚麼理財角色 他扔下明日大余一萬億 都可以有人覺得 他是賺錯錢 為甚麼在你眼中 政府理財 必然等於未來 收入的上升 有些說法 我覺得是這樣 比較明顯 政府收入會下降 他自然有方法增加收入 那方法是甚麼 你沒有解釋到 所以 等於跳下政方的標準和討論 收入會否增加 會否減少 但你的說法是比較貧乎 政府會決定 政府的收入會增加 原來是政府 但政方是更加提出的論述 告訴你 從事實上 大力的收入可能會有極大的波幅 但你反對不到 所以我覺得你是完全跳下去 自從和他討論 而政方的壓力距離來說是很大的 而我認為政方在這個位置上 除了賣力 我認為投資收入是挺高的 我建議政方如果你要再擴大 你自己的論證 你可以回去想想 例如投資收入 說香港有些年份 例如一貨上金融風暴 或者一些經濟危機 投資的波幅可以跌到負數 所以這些情況 投資也佔負數收入的一次 你還可以開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打雷子人手龍沙 或者是財政結合 財政結合 我相信你有考慮過這些進步 但我覺得 你們可以再多元負責收入 不單止是壓力收入 其他收入也不足 其他壓力反方 對它來說 它有責任的解釋 而它整體的圖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我覺得 就是哪個字體有些解釋 哪個字壓力不應再有太多錢 到底論證責任 政方的反方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變界裡面是一個迷思 我相信 因為正常的變態 如果是一個英年的時間 無可否認論證責任的政方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說 但是 不應再有太多錢 否則是論證責任的政方 通常 似乎反方 怎麼會說自己反正 所以這個政方 無論證責任 證責任 證責任 論證責任 似乎落了你身上 所以有些人可以解釋 如果收入會不會怎樣 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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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似乎是嘗試 把辣度政策 晚上分 但是 是否真的解得到 這個要不敢稱之外的策略上 而 最後一個位置 就是 反方不斷說 是相互財客 但政府的說法 在這個位置 是激到反方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跟你說 預算案的盈餘 是有限制的 我們不是討論 庫房有這麼大的錢 證責任 概念 今年 他主編說的 只有138億的財政盈餘 不計得政府撥的房屋基金 值錢赤字 這個說法下 我覺得 反方 雙倍齊下 問題是 錢這麼少 怎麼雙倍齊下 所以我覺得 他是被人吃了 而政方多年 有債用他去解釋 你二副說的 什麼創貨 或者那些房屋 為什麼比四川 重要 我覺得政方不能解釋 反方又不是說 那些房屋 反方更加 我先去一兩句 你問 必須品怎麼辦 你說完一句沒有人選 我們做 安慕人士 他平時需要下家 買燒美飯吃 那房屋 你給他一個急值值的措施 他們怎麼買到燒美飯 你又問他一兩次 但你放走了政方 所以 他就是這樣壓力過來 他還會配合外國 經濟的盈餘 優先次序 為什麼不是 搞了什麼 醫療 那些做得好 大石窄死 大石窄死 大石窄的說法 但是你自己也有些說法 醫療要長前投入 我覺得 省而言 是不解釋自己的說法 可以運用到你的流言 但你沒有嘗試 沒有好的運用 純粹 就是別人說一個 政策 所以 在辯論的角度 就變成 你會變成一個 評判我自己的感覺 反方 你要解釋很多東西 但是最終解釋 所以 我覺得反方可以去檢視 去想想 你的策略 將壓力給政方 將整個策略衰生 給政方 沒有亞洲來 政策壓力的問題 他都有一些相當大的政策 我覺得 反方只要做到這幾個部分 其實政策壓力 就相當大 因為你的說法 都有更多的 賣光清晰的地方 即是今天 反方沒有嘗試跟進去 所以對你們來說 我覺得今天 是負壞 在網路上跳 這個是我 正確的 我覺得聯賽 是要求大家的 競爭力 是高的 無論主戰設計 內容 3D各方面的配合 都是大的 所以 剛才的競爭是 非常辯論員 Oriented 希望大家可以 嘗試去 我都是很個人意見 我覺得 我覺得辯論的策略 應該這樣行 但是 大家是絕對可以認同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 如果有可取的地方 你就可以吸取它 但如果你覺得不認同 絕對沒問題 因為我覺得辯論有很多種打法 很多種不同的 去研究方法 現聯賽 這樣的分子制度底下 一起給大家探索和摩索 我給人們也不需要太多客氣 直接把我的辯論員的角度說出來 即是說出來 希望大家 在當中學到的 不贊助都可以回想一下 到底我們可以怎樣 去做得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比賽結果 也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選佈的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 是反方一輔 是對的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二 反方得票為一 換言之 今天的勝出比賽 是正方輔言之中博